原来南方澳最近揭幕的百岁纪念广场 其中黑鲁鱼纪念物 因为设计成了渔夫拿镖杆捕鱼备受争议 老渔民说黑鲁鱼并不是这样抓的 还有人认为看起来像是炮弹 觉得不好看 纪念物用不锈钢打造则是被质疑 太阳晒过再摸到可能会受伤 而促进会回应 渔夫拿镖杆是呈现捕鱼法的历史意象 另外倒立的黑鲁鱼 就是参考黑鲁鱼平时上岸的模样 这样的设计并不违和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